青史传奇从溺死鬼到大富翁 作者 玉梅 晚经遗老徐科根据清代掌故遗文 汇编了《清拜雷超》 其中记载了光绪年间的一个传奇 命中是溺死鬼却成了大富翁 话说一位江苏人 魏知名 权当姓家 在上海租建某洋货商行工作 一年端午节的前几天 老板派他带着小皮囊去南市收款 贾先生从早上到中午 任务完成得还算顺利 共收得欠款银洋一千八百余元 贾走了一上午说了一上午 又饥又渴 想赶快回去交差后好好休息休息 于是就在一个名叫十六铺的茶楼喝了点茶 歇歇脚又急忙赶路 回到商行交差时 才发现小皮囊不见了 顿时如雷轰顶 汗流如注 头脑混乱 越急越说不清钱是怎么丢的 丢在哪里 老板看他神色慌张 张口结舌 断定他私吞了这笔巨款 于是历生斥责他辜负了东家的信任 并说如不立刻归还就送他见官 一千八百余元银洋 在当时要仔细花 够一个人用一辈子的 就是把贾先生卖了也赔不起 于是他哭得惊天动地 死去活来 话说两头 另一位浦东人 历史未记载其名 权当姓义 也在租界从商 大约运气不好 忙活半天挣不到半个大子 于是结束生意 买好那天的船票 准备度过黄浦江回乡 贾先生刚匆匆离开十六铺 茶楼 易先生就到了 离上船时间还早 他要了一壶茶 边慢慢饮着茶 边焦虑以后的生活怎么办 正在这时 他突然发现身边的椅子上 有一个小皮囊 提起来沉甸甸地 打开一看 他眼珠子差点没精地掉出来 竟然是大把大把的银元 这真是天上掉线饼 不但后半生衣食不愁 而且还能衣井还乡 易先生惊喜交加 繁云一扫而光 但他转念又一想 不行 这钱我不能要 如此巨款 如果我取走了 自然后半生温饱有余 但如果别人因为遗失这些钱 而丧失名誉 失去性命 我的罪过可就太大了 那个年代 虽然人人都知道 不义之才不可取的道理 但见钱掩开的事情 并没有断绝 易先生心想 既然今天让我拾到了这些钱财 那就是我应该尽到职责 物归原主 到了正午 吃饭之时 茶楼的客人 稀稀落落的 来来回回 也不过才八九个人 易先生仔细打量着 茶楼客人的神色 没有一个想丢钱的 此时 鸡肠鹿鹿 茶也喝道品不出味道了 但还是没等到施主 黄昏之时 西照横江 到掌灯的时候了 楼中茶客聊完喝完都回家去了 唯有一先生寸步不离茶座 两眼不错味地盯着往来的人群 突然 他看到一个人面色惨白 亮亮呛呛地朝这里奔来 后面还跟着两个人 一进茶楼 那人就奔这个茶桌而来 就是这里 我当时就是坐在这里的 三个人桌上地上的一通乱找 易先生观察他们真的是施主 笑着对那位失望的先生说 你们掉了钱囊吗 贾先生不可置信地盯着他一个劲地点头 我等你们很久了 易先生随机拿出那个小皮囊给他们看 贾先生感激得差点没跪下 说您是我的救命大恩人哪 没有您 我今晚就要上吊了 原来丢掉小皮囊后 贾先生想在所经之路沿途找一遍 虽然能找回的希望渺茫 但也只有这一条路了 可是主人怕他潜逃 不准他出门 他废了很多唇舌 主人才叫两人陪同出来寻找 告诉务必把他带回来 两人互报姓名后 易先生让他当面点清 结果分毫不差 贾先生要以五分之一筹谢 易先生坚决拒之 又改为十分之一 易先生还是坚决拒之 再改为百分之一 易先生言辞拒绝 贾先生不知如何筹谢才好 于是说那我请您喝酒 好吗 易先生仍然坚决推辞 最后贾先生说 明天早晨 小弟在某某酒楼掠备小菜 恭请人兄大驾光临 不见不散 说吧掉头就走 第二天早晨 易先生来了 贾先生正要敬酒道谢 易先生却抢先道谢说 多亏您昨天丢了银阳 让我捡回一条命 我昨天原定在午后一点搭船渡过黄浦江 回去得知那条船行驶 一半是遇到急浪翻船了 船中二十三人全都淹死 酒楼吃饭的客人们 听了都嘖嘖称奇 纷纷举杯向他两人道贺 说易先生一桩善举挽救了两条人命 故事到此还没结束 贾先生三人回去后 把事情一说 老板说 见钱不眼开 这么好的人万里难寻哪 非要见建议先生不可 结果两人一见面非常投缘 在经过一番长谈后 老板全力挽留易先生不要回乡 并高薪聘用他主管账簿 几个月后 东家就招易先生当了上门女婿 再以后干脆把生意全交给他打理 生活艰难的易先生 识今不昧的诚信故事很快传开了 商家客人都纷纷主动找上门来与他做生意 他家的生意越做越大 后来易先生竟拥资数十万 成为当地的大富翁 古人云 积善之家必有于庆 饥饿之家必有于秧 易先生从逆死鬼到大富翁的故事 其实就是告诉我们 损人根本不利己 关键时刻的善恶一念 人就决定了自己的未来命运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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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